來來 羅醫師 所以我們看出雙北斤現在責任非常重 因為畢竟他們現在是重災區 病例數也多 所以如果一個環節漏失掉 那其他的縣市真的有可能造成擴散全臺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要開放我們心胸來看待 因為高雄這個陳其邁市長 他說他要求說 五月二十二號起重啟疫調 老實說這是幫大家著想 因為現在重啟疫調就是這些 假設我們重啟的人 發現說他是一個高危險的一個狀況 再去驗他身體現在RTPCR的狀況 看看有沒有病毒 或他周遭有沒有危險 不是只在保全高雄而已 這保全整個台灣 這是在做他漏洞嘛對不對 各個縣市都會有 重新再去了解嘛 往前撈嘛 那第二個是我希望是說 大家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又有一個精進的一個概念 因為其實防疫就是這樣 也有人會說 當時這個兵荒馬亂到處在死火 醫院你說要緩緩 都能夠注意到也許很困難 可是既然我們知道說 這有可能會是一個破口 我們就把它精進 也就是在往後的狀況 尤其台灣現在一個疫情狀況 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要把它補起來 對 那我另外講一件事情蠻重要是說 其實醫院在這一波裡面 這些機構所造成的 那個院內感染的比例 群聚感染還是比較小的 我們的統計看起來 這個家庭群聚是最多的 是 38% 那麼剛剛說那個長照機構 台北市特別要注意的 有16% 是 反而在醫院只有5%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破口 這樣的提醒是重要的 我們把意氣放下來 那我認為說責任要提高到什麼 各縣市的衛生局 我一樣的感覺是說 單純一個醫院 它就是建宿 它沒辦法建林 那麼地方的一個衛生局 它具一個訴訟指揮 協助的一個狀況 它當然可以幫助大家 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如果說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漏洞 我覺得也不是只有N主公醫院 其他醫院有沒有在那個時候 犯下頭痛問題 都要注意 但我相信說 高雄市你看 今天才9個個案 市長這麼重視 所以祁山群聚案 跟這個人武家庭群聚案 我相信 它不會繼續擴大 因為你很在意 所以你會趕快去把這個地方 廣泛的把它篩檢出來 讓它不要擴散出去 換個角度想 如果像某個地方所長說 這個醫療不用做 請問這9個 過了5天 過了10天 會變成多少個 而且甚至不知道 它是怎麼來的 這就變成是 所有人要去承擔的一個禍害 對的確